小圓要進一步來告訴我們了 最近南韓什麼東西 賣得特別特別好 您知道嗎 炸雞 為什麼 炸雞跟南韓 我們講地獄朝鮮的印象 有什麼關係啊 好 我們一直講到 剛剛講到悶世代低薪 我們看一下隔壁的南韓 他們的這個頂尖的年輕人 他們怎麼講 這個畢業在頂尖 大學而且在大企業的工作 這些青年他們形容南韓 叫做地獄 朝鮮地獄 為什麼 清真率全世界最高 加班全球前三場 前三場 而且還有挖也挖不完的 低薪杯哥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都看了一支指數 來看他們這個 裡面的壓力到底有多少 雖然哥你知道嗎 他們有個指數叫做 炸雞指數 炸雞 你不要開玩笑 吃炸雞是很愉悅的事情 不是嗎 來自欣欣的你 我們看到了都教授 啤酒配雜雞 那是非常fashion 非常紓壓的 來自欣欣的你 吃的這個雜雞是真的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個指數 這個指數跟幸福感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這指數如果在零下20度的時候 它很低 但是如果他們贏球賽的時候很高 換句話說 當他們壓力很大的時候 吃雜雞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紓壓管道 這個雜雞來紓壓的話 最後最近的指數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它爆表了 也代表說民眾的生活的壓力 已經到達了最高點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壓力搭到什麼程度 其實他們除了這個雜雞之外 他們居然還有什麼 雜雞大學 而且這個雜雞大學 雜雞還有雜雞大學 全世界第一所 雜雞大學換句話說 它這個雜雞大學也叫做 他們雜雞界的少林寺 少林寺在哪裡 你能想像看 這個少林寺的話 基本上你要走2到3個小時 非常齊聚的九彎十八拐的路程 你才能到達那邊在深山裡面 而且但是有很多很多的這些 想要創業的苦行者 就算走那麼多路 他也要來到這邊 你能想像嗎 說半天 畫面當中 大家看到在RODE這個畫面 你看看那些小朋友 這不分明觀光客嗎 去到南韓旅遊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在那邊混個3個小時 就有香噴噴的雜雞 你跟我講觀光景點 跟地獄朝鮮 這什麼關係 就像跟你猜對了一半 確實那邊是一個觀光景點 所以很多人到那邊的時候 繳了錢花了3個小時 很開心的在那邊玩著雜雞 然後到最後畢業證書 是拿了一盤雜雞 很高興的回去 但是你想想看 這個情景的 隔了一道牆的隔壁 居然是要訓練 三週不眠不夜的 隔地獄式的一個訓練 你說我們觀光客的眼睛 你開開心心吃完雜雞 手擦一擦洗完 你要走了 結果隔一堵牆的旁邊 是地獄朝鮮的子民 他們在那邊尋求翻身 沒錯 他們有多辛苦 我們看一下 剛剛不是很快樂 在那邊玩雜雞嗎 他們在那邊住3個禮拜 住的是這一種 非常陽春的房間 而且每次都要接受 接受這樣的一個訓練 不斷的去炸雞 炸到手都一塊一塊 炸傷了對不對 還是要繼續炸 但吃的不是炸雞 吃的是青州小菜 然後他們除了這些 經營室這些相關的訓練之外 最特別的是 他們還要做什麼訓練 學補胎 不是 你來學炸雞 我就知道說 我有遺跡之長 那我學補胎幹嘛 你以為這些人 都有錢去創業嗎 他們都很窮的 未來如果畢業之後 要去創業的話 要自己騎三輪車 萬一這個輪胎破掉怎麼辦 他們要自己補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在說反話 炸雞指數 它不是衡量幸福的指數 炸雞指數是衡量幸福的反指標 所以有很多人想要靠這個 在炸雞大卷裡面 學習到一技之長去創業 但是我們看看 這一個在裡面 炸雞的這一個人 你以為他們真的很有錢嗎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怎麼創業的好不好 基本上這個人叫老金 他畢業之後想要進 就像很多大學生一樣 想要進入大企業 因為薪水高 但是很難進去 很難進去怎麼辦 所以他想要創業 但是他沒有錢 他的家人決定去支柱他 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去貸款 貸款還不然 給他創業金支柱他 你不要以為在南韓 這種人很少 非常非常多 有多多 我們看一下 光去年 他們的家庭貸款增加了11% 已經創下了10年來的新高 所以很多人都是家裡去貸款 或是幫我們買店面 來支柱他們創業 那你想想看 而且一旦失敗之後 面臨的是什麼 當然是更龐大的負債 但是你真的覺得有這麼順利嗎 所以這個信經的年輕人 因為你不是SKY名校的 你當然也進不了財閥大學 你沒有一個確保 生活品質的情況之下 你只好越洗越中低階 怎麼辦 他駁一個V型的拐點 我就來學雜機 問題是學完雜機之後 人生就一片坦蕩光明嗎 當然沒有這麼順利 我們看一下他們學長學姊 競爭有多激烈好不好 光在南韓一年開幾家炸雞店 幾家 7400家 這麼多人吃炸雞 倒幾家 倒5000家 全死在沙灘上 所以那10年之後剩多少 10年之後剩下兩成還活著 所以說基本上 你要開炸雞店的話 是可以說南上加南 所以說這些人 就是要雖然說機率很低 但是他們還是願意 撥這樣的一個機率去借錢 去完成他的一個夢想 但是往往到最後 效果跟他的夢想都不如他的期望 所以我們跟著這個老金 金先生來到了南韓 全球第一家的炸雞少林寺 看他一個博弈的人生翻轉 可是幾乎有注定 七分之五的人要趴下 只有兩成的人過得去 沒錯 所以不只這個老金 我們看一下南韓 他們這個除了想講創業 那你創業中間的一個過程 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們剛看那個大學 已經很辛苦了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如果他們從大學出來 想要創業 想要賺錢存錢的話 是怎麼存的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29歲的攝影師 他為了在找工作 存錢創業的過程當中 他拍下來他一個過程 他住哪裡 他住的這個地方 叫做窩居 叫做窮人庇護所 你知道嗎 他已經很辛苦了 他晚上九點鐘 已經下班 已經算很早了 所以到家都已經是半夜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在公司 都已經檢掉三餐 跟洗澡的部分 所以他為了活下去 他只好住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一個月 大概一萬塊左右的一個房租 各位 這一個視角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扶腳 扶式 你就是裡面已經窄到 你沒有辦法平的拍攤 因為景深不夠 窄到這樣子一個 建方的一個小地方 他就活在這個地方 想要人生 要在這個地方出發 要先存錢 要求翻轉 你看只有一個桌子 一個窗 所有的家當 全部都在哪裡 都在這個小小的一瓶不到空間裡面 他每天最大最大的一個舒適的情況 在什麼 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就是躺在這個床上 看電視 他覺得最好的一個奢望了 然後他的廁所跟廚房在哪裡 不好意思 是公用的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一起共用 他在這個地方 除了他自己之外 他也看到他的鄰居 他的鄰居比他還要慘 29歲的攝影師 看到隔壁前後左右的鄰居 比他還慘 你知道他後來的遭遇怎麼樣嗎 超乎你想像之外 絕望 貧窮 與世隔絕 他看一下他鄰居 我看一下這一位 是他的一個隔壁鄰居 中年離婚 還被裁員 他是一樣住在 這樣小小一個地方 他被裁員之後 又跟老婆離婚 所以他每天只能在這邊 靠他一點點的生活費 跟不斷的打鄰工賺錢 期待跟他一樣 有創業成功的機會 這是一個中年大叔的一個故事 他鏡頭就不能記錄一些 有陽光的嗎 前後走出去拍 結果拍到了 還有隔壁還有什麼 還有隔壁得重症 連家人都已經離開他 你看這個人管子都還在身上 另外一個同事 隨便只能隨手打鄰工 你看到每天就坐在這邊 全身都是刺青 他就不斷的在看這些的結果 那他自己到處變成怎麼樣 大家知道嗎 因為承受太多的壓力 所以他自己 居然得了重度的憂鬱症 這實在是太慘了 加困了 你剛才做吧 這樣就有滿足的 感受就有可能 尿尿 了 在那邊 雷 雷 雷